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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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吃了嗎 好吃嗎 好吃嗎 有點辣 對 沒關係 不吃辣的 吃辣的辣 不吃辣的辣 吃辣的辣 好吃嗎 不吃辣 不吃辣 不不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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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我了 哈嘍 大家好 我是阿炮 我又回來了 今天帶妹子來到21行站樓廣場前的夜市 這個夜市 竟然被規劃成 市场和宠物乐园两个部分 于是赶紧带妹子体验一下 这期和太妹一起玩视频 原本应该叫宠物乐园的 正如视频开头 阿炮提到的依善 这个妹子也是依善妹妹 我们就一边陪着太妹喂小动物 一边听阿炮聊聊依善妹吧 当我们认识一个新的太妹之后 除了问名字问年纪之外 应该也会问来自哪里吧 很多时候你会听到依善这个词 心想着怎么依善有那么多妹子 而且大多都很好看 打开地图 如果将泰国划分成四个区域的话 橙色部分就是依善地区 至少包括了二十个府 大概率妹子怕你不知道 也懒得多解释 所以直接说自己依善 Eizen来自古范语 意思是连接东北 和你说 他是东北那嘎他的 东三省大东北知道不 所以太妹说自己是依善 有点像是你遇到一个中国女孩 前阵子泰国有个论坛帖子 一群曼谷他爱人开骂依善人 那个帖子挺轰动的 引发全泰关注 其实有些泰国人 对依善的不屑 时间已久 他们觉得依善穷 土落后 只能种地或出来打工 还有某些依善地区的人会吃狗肉 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依善是泰国米和糯米的最大生产地 最好的泰司来自依善 六项还有步行街 好看的妹子大部分都是来自依善的 依善妹子很能干 也很会照顾人 他们在自己家乡也是帮家里干活的 如果自己还是姐姐的话 要做的事情就更多了 依善妹子很淳朴 喜欢小动物 看到乞讨也会上前给一点 依善女孩很爱吃 爱吃的女孩打都很可爱 依善的女孩很能吃辣 特别是依善的木瓜沙拉 不要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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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依善的女孩会魔法 不知不觉间 是她动情了 还是你上头了 阿炮也不知道 只想说 如果你遇到了一个依善女孩 请善待她 好了 下街区 唇响开始 wooden 小饼 钥托 잠 拨 谢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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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